北京时间8月15日,中超联赛第18轮全面展开争夺,在国安赢球的情况下,陆能、上岗和横打都不容犯错, 暴击区,大连输球,重庆,贵州,建业都全力抢分,暴击局势或许再次发生变化,天津得比,泰达更有优势,全剑想要赢球,难度很大,先看一下本轮对阵,在14日结束的比赛中,国安5比2大胜大连一方,拿到3分后,以4分的优势领跑,在15日的比赛中,陆能和上岗都是主场作战,陆能对阵华夏, 奔赛季之前两次交手,陆能两次在客场击败对手,这场比赛的目标也是捍卫主场,拿到3分,华夏和新拉维奇有望付出,这给比赛增加了更多变数,陆能必须要做好困难的准备,毕竟华夏的阵容配置不错,小心他们的反弹,上岗主场对阵复利,在得比赢球的上岗队紧追前两名,这场面对复利,上岗的进攻, 依然是关键,只有在进攻端对复利形成压制,上岗才能有更大的赢球可能,复利的防线本就不稳,上轮惨败大连就更是暴露球队的问题,在这样的情况下,上岗主场赢球问题不大,这可能会是一场进球大战, 恒大客场挑战建业,赛前卡纳瓦罗表态要重视对手,而且对于输给亚太的比赛,还感到很气愤,恒大的人员相对齐整,卡纳瓦罗如何排兵布阵是个看点,阿兰和高拉特竞争首发的位置, 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的位置稳固,建业为了保级而战,他们的反击效率决定,能否从恒大身上抢分,整体上看,恒大实力更占优势,迎球债率大,建业除非打出超水平的攻防,才能有望拿分,关系到保级的较量,人和和亚太直接交手,两队的积分都是21分,领先降级需6分,本场比赛, 如果谁可以取胜,谁就将处于安全的位置,一旦输球的话,那危险还将继续,人和连续主场作战,体能占优,亚太上轮击败恒大,士气阵亡,这场比赛,两队会踢得很胶着,看好平局,重庆客场挑战苏宁,跌入降级区的重庆急需抢分,但整体实力还是有差距,苏宁上轮输给国安,错失追赶前四的机会, 这场对他们来说很重要,特谢拉已经跟队训练,可能会复出,看好苏宁主场不败,贵州横峰客场挑战上海申花,这对贵州来说,或许是个抢分的好机会,申花现在无欲无求,球队整体的状态并不好,贵州有着很强的抢分欲望,他们要想实现奇迹,必须要在竞争对手掉队的时候反弹,现阶段,大连,重庆都有新闻, 麻烦,贵州如果可以客场拿分,会给对手更大压力,这场比赛,看好贵州客场抢分,天津得比对决,泰达和全剑的又一次交手,如今积分榜上泰达已经超过全剑,排名第六的位置,距离前五也只有四分的差距,全剑缺冰少将,外援的问题显著,泰达势头正猛, 力争取得三连胜,阿奇姆鹏和乔纳分是两把力气,他们会给全剑,防线带来更大的威胁,本场比赛,看好泰达客场不败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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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